主持人,看来说在中国是一个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如果在中国再次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一种社会性的战争,在国内逃不出去,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或是做坏事的人,怎么办呢? 你认为自杀是不是一个选项?自杀什么时候是有政治力量,什么时候是没有?像甘地做绝食,绝食是一种慢性的自杀,但是有非常巨大的政治效果,但是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 主持人,在中国肯定不行。在中国,首先到毛泽东时来要自决于人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决于人民这件事情还是阶级社会的残留残物,就是说这个人死了以后,要使民导在面积上过不去,所以他一定要把他说成坏人。 就像是有些人说的那样,什么是婚姻破裂呢?吵架不叫婚姻破裂,因为吵架包含着一种含义,就是说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而且我认为你将来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真正的婚姻破裂是你都懒得理你,看起来就是路人。吵架就认为你对我来说还有一定的重要性,我不会随便找什么人都吵架的。 我肯吵你就认为你有点重要性,我如果不吵你,直接把你拉黑了,那才是认为你直接都不值得一理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是现在的话,那连自觉也人民都没有了,因为当时旧的阶级社会还有一件残余,有时候社会上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人,而现在的话,如果你自杀的话,大家只会看热闹的。 围观一下,赶紧跳下去,快跳啊,快跳啊,管了人民的围观不利,赶紧跳下去,才不会呢,以中国人民的正常德行,结果就必然是这样。 而所谓的适当的应对方法只有杀人这一条,当然也是不同层次杀人了,因为这也设立着博弈环境的问题。 信用这件事情是根据历史经验搞起来的。实际上,社会是公正的,演化系统是公正的,只是你解释的方法可能不正常。 你就想,银行怎样来对待赖债的人呢?其实办法很简单。有人如果没有借过债,我先借给他,然后反而还不还。 他还,他就留下一个想好的信用,下次我再借给他就行了。如果他不还,下次我不借给他就行了。 或者更复杂一点,就是制造一个算法,哪些人是百分之百还钱的,哪些人只还百分之八十,哪些人一个也没有还,分出等级来,越是等级高的人,我越是借钱给他。 就用这样的简单方法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实际上,研发系统也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一个人经常赖债不还,那他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愿意借钱给他,然后他不得不去找黑社会。 黑社会为什么敢借钱给他呢?因为银行不能打你,而黑社会它敢打你。 好吧,中国人就出来这种情况,它已经把信用做绝,做完了。所有口头上的东西都不能证实你,什么东西才是绝对没有办法作假的?只有杀人才是绝对没有办法作假的。你杀了什么人,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作假的。 像杨家,他有一个很好的信用,显然比所有知识分子的信用都好。因为知识分子说的话,跟他实际上做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而且你也没法核实。而杨家杀的人往哪个方向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你必须把自己的信用做出来。 信用做出来,就是说你杀的是哪方面的人就表明了你是哪方面的人,而你具备杀人能力这件事情就证明你有保护能力,你可以以此建立自己的团体。 我敢说,最后发展到的军阀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个自然博弈。不会杀人或者没有准备杀人的人,很容易就被别人杀掉或者弄掉了。至于你是不是高尚或者什么东西,那是无法核实的。 而且我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多半是表演艺术家。他不是真正的高尚或者是真正有任何政治理念,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政治理念的,而中国人原地上全是无产阶级。 包括马云,马化腾不是无产阶级。你不能说是他在账面上有很多钱。这个账面上的钱就好像说是,我指责洛克斯堡的房地人说,这些钱全是我的,那么一模一样的。 如果有人愿意相信我,洛克斯堡的房地人都是我的,那么我跟马云是一样的。而马云的钱是随时可以被勾销的。 他跟以前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勾销起来还有点难度的地主资本家,不是一回事吗?全中国都处在这种情况。你账面上有钱多或者是官大,其实只是说明你得罪的人多,攻击的人更多,勾销起来更容易。 没有任何的处境是安全的,大家都是无产阶级,因此你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信念,你实际上是所作所为,而不是你嘴上所作所为才是重要的。 例如,不久以前,16年以前,有很多人把我画到保守主义一边去,而我声明说,我从来没有赞索过保守主义,我只是引用了或者说过一些西方保守主义说过的话。 研究西方保守主义的某些学者,跟你自己是保守主义,完全两马三。但是这是我的德性比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强的一个证明。 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强就是这个样子,它自动就变成保守主义者,或者如果是在江泽民时代就变成自由主义者,现在的保守主义者占据的生态位差不多就是江泽民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占据的生态位。 这跟他的实际行为没关系,你翻译了或者是引用了或者是给西方某某流派的学者做了一番建设的工作,你就被说成是某某某主义者,然后你就充分享受商人待遇了。 但是你的实际,按照共产的说法,组织关系是怎样的,你在社会生态中的真正地位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样会造成极其滑稽的现象。 例如,2018年大概是上半年的某一个时间,我已经记不起准确的时间,因为我现在突然才想起来的。我当时在微信的某一个土豪群里面跟广大无产阶级资本家吵架,因为这些无产阶级资本家一般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还有一部分是自称为基督徒的。 吵架的理由是这个样子,准确说这不是吵架,是我单方面在骂人,是其中有一位仁凶,大概是萧之星吧,就是领教工坊的萧之星,我觉得有九成可能是他,因为我是全凭记忆力的,所以不能记得很精确。 按照他自己的观点肯定是很无辜的,转发了一篇文章,说是中国的三代企业家怎么怎么的,其中提到了任正非。 你得注意,这时候孟晚舟的事情还没有出,于是我勃乱大怒,再下来骂他说:"你想为匪谍赃募吗?" 当然,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心里面对他们下了判断,就是我断定的这一帮所谓的土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基督徒将来会是废物典型,屁用也没有。 因为他们的理论是在中国培养一个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或者是什么,然后用它来推行像我们敬爱的郭台敏同志最近说的那样,推行中国的转型。 而他们列出的资本家名单里面居然包括任正非公开的毁谍。好吧,你能凭这样的资本家能干什么事情,我是可以预知的。 所以,我不管你们现在自以为和被社会以为有多少资源,我把你们看成是最好的情况下要吃废物典型,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我自己体系上面的一个漏洞、一个木马什么等等,坚决要封杀你们。 所以以后我才会有那种杀二百个康兵才是唯一可靠的投名状那种诸如此类的说法。 中国社会是一个无阶级社会或者无产阶级社会,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本质。 而你生在这个社会当中,你想用甘利之类的手段,别人肯定没认为你是表演的,而且这种看法恐怕也是正确的。 什么叫做表演呢?就是说,跟你自己的阶级生态位完全没有关系,你想用你自己的口水,你唯一愿意付出的东西就是你的口水,跟你的行为不发生任何关系,然后就希望你说什么,别人就只按照你说的东西来对待你。 那么我为什么不自称我是联合国秘书长呢?这话我以前也说过,那是我在跟我的一个亲戚吵架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原因是他们准备走冒屁江那种道路。 冒屁江这位仁兄,其实他也是一个祖父学研究的很良好的对象,他证明德性这个东西跟种族主义的出生是没关系的,因为冒这个姓是你就可以看出的。 他是内亚人,是蒙古代的内亚人,他根本不是什么江南士大夫阶级、儒家士大夫阶级。 他的祖先不是,但到他的那里来就试了,结果就是他只会动嘴了,只会动手。当然,他是东宁党,又是顾恒波还是秦淮八雁中间哪一位男朋友,江湖上很有名气的。 然后,清兵入关以后,他理直气壮地当了移民,表示他大义凛然,痛骂了那些二臣和汉奸如何如何不对。 然后,他当了几十年移民下来,清兵又派出另一个三姓加入司长去攻打台湾,他派他的孙子跟着司长去当官。 理由很简单就是,我老人家已经当了几十年移民了,别人都去做官,捞油水,我什么也没有。 而且最要命的是,司大夫阶级不当官是不行的呀。如果我不当官的话,我儿子孙子也不当官,几天下来我们就不是司大夫了,这怎么能行呢? 看样子大清朝很像是要江山万万年的样子,所以移民不世息。 我虽然不能当大清的官,我吃过大明皇帝的俸禄,但是我孙子没有吃过大明皇帝的俸禄,他生下来的时候满洲兵就已经入关了,所以他可以去做清朝的官,赶紧去吧。 跟着司长去打扰了台湾,你就可以做官。但是这样都是很不划算的事情。你理直气壮地把司长和红尘仇骂了二百五十次,然后你孙子做的官还不如司长大,因为你来得晚,你要划算不划算,你还不如早点投降。 司长投降的时候你就投降算了,要不你更早一点,像曹允勤他们家一样,大清还没有入关的时候你就投奔延安去了,你可以做官做的比司长还要大。 你跑到最后才去投降,就划算不划算了,真他妈的连马基尔维利主义也没有学好。我那些亲戚就是想走茂屁江这条路线。当时是江泽民时代的尾巴,然后我大意凛然把他们凑骂了一顿以后,表示我是一个伟大的民主斗士,绝对不能跟他们同流合污以后,然后我就跑掉了。 为了避免他们利用我在体制里的地位给自己谋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有一个公务员的地位的话,即使你什么也不做,总有人去造谣说是,我是奉刘某的命令这么做的。这就叫伏加护为了吗? 就好像是,我在台湾人的论坛中,有一个被台派人说成是中国人假扮人的或者是假扮什么的,他动不动就说是,美国人不会答应什么什么的。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个,这就叫伏加护为了。 你拿着美国人的皮,说这个这个,都是美国人担保的,美国人知道你吗?我虽然有很多事情不知道,但是我是制止不住,有些人拿着我的牌子去伏加护为了,所以我索性连公务员都不做了,一口气跑回到四川来。 你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说是,假如你们平时说的那些共产党如何说对不起我们的话都是真的,现在我回来了,你们是不是应该跟着我走? 然后我们团结起来,到你们原来的地方去跟共产党作对,你们不要在乌鲁木齐呆着,在乌鲁木齐呆着,你们身份是贫下中农。为什么呢?谁是乌鲁木齐的地主资本家呢?那当然是维吾尔人。 你们共产党带着你们来占了维吾尔人土地习在维吾尔人头上,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就跟当年共产党带一匹贫下中农来和无产阶级来打四川的地主资本家一样,你们不是说我们是高贵的资产阶级,都是被你们共产党带着贫下中农坑害的吗?好,既然你们是这样说的,那么现在共产党让你们当贫下中农,让你们去坑维吾尔来,你们一定不干了。 请看,你跟着我来,我带你们回四川去还乡团,打回老家去,然后跟共产党做罪,你们一定不会反对了。结果他们一个也不来。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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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至少对于我来说,这就是证明你们说的话全都是屁话,你们除了想占便宜,没有别的理由。 你们说的那些话就像是围城里面荒红剑庭说的那样,日本人毁坏了许多只需乌有的产业。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本人一打仗,有很多人不是逃难的吗?有些人原始阔老,然后他就再重提挨探说,我本来在上海很有钱的,现在我没钱了,都怪日本人。 但是于是从此有很多无产阶级,他本来在上海一个钱也没有,借此机会他就跳出来说,哎,我本来是很有钱的,都是日本人害了我的。 你们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像是马克吐文那把小说《哈克贝利菲》的写记那样,两个小孩子在和尚遇上了两个骗子。 一个骗子说,我是英国公爵,另一个骗子说,我是法国王子。我是在本国被万恶的革命党人赶出来的,我现在到了美国没有别的期望,只是希望你们天真纯洁的美国人按照对待国王和公爵的礼节对待我们。 当然,他们本来什么也不是,连莎士比亚的台词都背不出来的,就是两个别叫演员而已,但是小孩子被他们骗到,就真的像是伺候国王和公爵一样伺候他。 方鸿建所说的那些人就是打这个主意,我本来是穷人,但是因为有些上海的富人跑来变成穷人,然后我就冒出,我原来也是资本家呀,然后现在你们也要像资本家一样对待我呀,于是我就可以享受这种待遇了。 那么,我对我而言也请你说,你们如果是证明你们不是骗子的话,你们就得跟着我走。这样就证明你们不是骗子了,你们真的是资产阶级了。 因为这种事情,如果你们真是资产阶级的话,那么你就回到你们老家去,你们有可以深所的对象。 你们会像是以色列人非要回到伊勒斯拉冷一样,非要回去。 但如果你们是骗子,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当贫下中农,跟着伟大的党去占维吾尔地主资本家的便宜,那么你们当然会继续留在乌鲁木齐。 好吧,他们一个也不来,然后我就理直去让我把他们当成万恶的无产阶级的对待哦。 因为这就是你们自己实验没有过关。真正的资产阶级,那么它必然要深所它失去的东西,那么它必然要做一些事情。 如果这些事情都不做,那你不过是讲两个故事,想骗取社会,想从社会当中得到,你本来不配得到的尊重而已。 我在刚才我说的那个群里面跟另外一批中国基督教徒吵架,然后就给他们用同样的方式骂他们说是,现在我已经看透了你们,你们的所作所为无非就是为了骗取你们不配得到的尊重。 这个尊重是美国基督徒用他们的枪杆子打出来的,而你们这波费拉却想蹭别人,用说几句屁话的方式就能够骗到同样的尊重。 我也不觉得我骂错了他们,也不觉得骂错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的资本家。总之,这种办法只能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是你口读声称的那种人,你必定会做出你那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做出的事情,并且为此付出一定的成本。 那么接下来就要涉及一个沙利亚式的中国基督教徒最恨的,一听到沙利亚这个词,他们就开始发飙。 但是他们自己能不能搞出跟沙利亚同等级别的提办法还是很出问题的,同样的判断方法。 沙利亚有一个造好方式是怎样的?就是世界是不断变化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先知说的话和先知的言行录并不能什么都管住。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或者那样的情况下,教法要设想,假如先知本人或者先知的某个门徒遇上这样的情况,他会怎么做,照他的为人和他的价值观他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假定他这么做,然后我把这个假定作为一个造法实验拿出来推出。 如果我在我的门徒、弟子、社会当中用这种办法生效得很好,我就会说,看来一定是真主保佑我们。我设计的这个造法是对的,那么先知当时就是会这么做了。 因此,我这个造出来的法跟先知的言行录至少是有较低一级的效果,我的造法实验成功了。 那么对付中国人的话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说你是什么人,那么这种人应该做什么事情,你做不做。 比如说,你说你是圣雄甘地,那么我们就要做一个造法实验,圣雄甘地如果遇上共产党,他会做什么。你要有能耐想出来,你如果想不出来,那么我敢说,你没有资格做牧师、没有资格做教法学家、没有资格做普通法的法官,你没有造法能力,不能做社区领袖,你不够资格做邻结盒,你滚一边去。 你是那种秩序消贵者,你只有别人带着你就,或者你就彻底完蛋了。秩序生产者就是能产生秩序的人,他有两个层面。 最低层面就像孔子那样,我虽然做不到,但是我能够指出,做了某某某的事情就是乱成贼子,乱成贼子就是该打,打不了也要骂他,这是最起码的。 我做到这个层面是没问题的,高级别就像圣路易那样,我手持长江和盾牌,像骑士罗兰那样,遇上不公不义的事情,我要按照基督教歧视的价值观,我要去拔刀逞凶除恶。 这两种人,也狭义的秩序生产者应该是圣路易那种人,仅仅是像孔子那种人都不太够格,但是我们把定地放到最宽,秩序生产者至少也具有孔子那种能力才行。 如果连这都做不到,你连圣雄甘就遇到共产党会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就说不出来,连一个假的都说不出来,你给我滚一边去,你绝对不是什么秩序生产者,你连在动嘴皮的层次上你都是耍赖的,想要别人给你做好了,给你搞献成的东西。 同样,你可以去问问李家宝,你说你要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你说说看,在现在这种状态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情况下,你至少要有一个模拟预案。 我要参加联考,我要有一个复习计划,要健身要有一个健身计划,你就不能说这是台湾人的事情或者是美国人的事情,他们是中国人还是你是中国人。 你说中国要承行自由民主,你给我提一个方案出来,然后你提的方案你自己去负责执行。别人可以帮你,但是别人帮你的前提是,你自己就要有份了。 世界上从来没有说是,你让别人去做一某件事,然后别人去做,你自己还不做的事,那你明显就是个骗子了。 如果我说我要去做一件事情,那么别人可以帮你了,但是总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签与的。同样,你自己负责执行一下你自己的计划。 如果你连第一年族意都没有,那么你显然并不具备政治庇护的资格,因为你没有一个政治纲领。 就算你被人迫害了,那也是因为中国人都是张信忠,那也就是所有人都迫害所有人,所有人都在咬所有人。这是迫害,但是它不是政治迫害。 每个中国人都在迫害别人和同时被迫害,所有中国人都是被迫害的。 而且被迫害的纪录恐怕加起来,比起五百个叙利亚人受到的迫害都还要多。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正如科幻小说作家外恶的准匪谍刘士兴所说的那样,他很诚实地说,他不知道刘晓波,他认识的大多数人也从来对自由民主毫不关心,考虑他是一个国企员工。 我敢说他说的是实话。尽管广大的国企员工们随时都在迫害,从私设工厂、隔离审查、到现在的把谁谁谁送到杨永庆那里去,以及根本属于小儿科的,每天都在给领导们、同事们、且不利于领导们、同事们、邻居们的匿名性、结局性、揭发性之类的,这是他们每天都在干什么的,他们每天都在被迫害。 我想,一个德国科学家或者是俄国科学家,如果被他的同事写了检举信到柯格勃那里去,觉得柯格勃快要来抓他了,他疯狂地逃过了柏林墙。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被迫害理由。 但是在中国人身上,这个理由就完全不能成立。你的邻居为了讨厌你早上或者晚上放摇鼓烈发出的噪音,就会写出同样的结局性的。 而且,很难说你没有对其他人做过类似的事情。你要算政治犯的话,所有人都是政治犯的。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 和你的推论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样,你得为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且要负责去执行这个方案。别人帮你是你在执行这个方案的过程当中提供一个适当的平坛。 比如说像李家宝这样,他如果有一个在中国执行自由民主的伟大计划,而这个计划在招聘工作人员的阶段需要一个安全期,那可以的,给你五年的安全期。 假如说你要成立一个自由民主党期在中国执行自由民主,但你主要伦手不足,给你五年的实行,你把你的党执行出来。 如果五年你执行不出来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连续上三十年而不开除的大学。 如果你十年、二十年永远毕不了业的话,难道你应该一直在大学里面养老吗?这里并不是你的家园,我们已经给过你的比大多数中国人更多的庇护了。 你得用你的实际行动证明,你要做的事情确实是你所做的事情,或者你要能够提供法律术语上所谓的不可抗议,证明出了一些你不可能预见到的意外,以至于做不到你所承诺的事情。 庇护权本来不是千篇一律的,并不是像是,比如说在九十年代以后,在什么什么大使馆面前喊了一些平凡六四,然后就收拾跑来的庇护,到了纽约以后就自己开饭店去了,以后除了赚钱以为什么也不做的福建人设想的那样。 大多数庇护,像查理什尔在土耳其攻城得到的那种庇护那样,都是有非常具体的条件的。具体的条件是什么?要取决于庇护者的身份,例如土耳其人的庇护条件跟法国人的庇护条件不一样,法国人的庇护条件跟英国人的庇护条件是不一样的。 这个主要取决于东道国自身的需求。不是说是,你拿了一个手续以后,反而比土生土长就在本国生下来一直是本国人的公民,反而而是赚便宜的,你什么义务也不尽,就能免费的搭无限的便车了。 显然,历史上作为习惯法的庇护的规则,在大多数的时间都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有的时间,例如某一个像我刚才描会的那种福建人在纽约享受了十几年这样的待遇,那么这种待遇也不是一个权力,而只是一个恩赐。它是随时可以收回的,美国人随时可以改变族意。 比如说,即使是获得了公民权的德国籍的美国人或者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从事了间接活动,被取消公民权都有的事。 这个事情也不是像大陆法那样一刀切什么什么,是具体个案的。 比如说,如果有人认为某某某这种行为跟公开生的身份不合理,对他提出起诉的话,那么他就会自己形成个案处理,而裴省常常做出的判决,就会变成与此相关的众多判决之一。 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有那种,我刚才描述的那种福建人所设想的那种无限适用的庇护权。如果有人正好出来这种地位,那他也只是碰巧。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碰巧当中。 这种生活状态就有点像是,围城里面的方红健逃离上海,战争已经爆发,到了无锡老家,然后他发现他的无锡乡系们一天到晚就在商人怎么给他娶媳妇的事情。 尽管战争已经爆发了,而且离无锡距离并不很远,但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好像是永远用不到逃乱一样,但是这根本不是什么大将风度,只不过是,其实知道又能怎样,好像还是像原来一样过的,然后战争就一路打过来了。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所谓的艳巢于威武之下,余游于废顶之中。即使明知道马上就要被阻伏了,但是还是若无其事。之所以若无其事,不是什么镇定自如,而是因为走投无路。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难民修养。就算是明天就要上脚军架了,最后这样饭我要好好吃,这种东西被很多知识分子用我刚才说的那种明明比普通的还不如,但是非要装成比普通的还更高的东西,说成是一种伟大的生活艺术。 就是说,山外青山楼外露,西服歌舞几时修,蒙古人快要打过来了,但是林安晴的生活艺术仍然是,大家还都在享受生活了。 像林语堂这样的做法就可以说,哎呀,我们是多么伟大呀,我们的生活艺术都是全世界都没法比的。 那当然是因为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像贵国这样,动不动就要几千万、几千万的成规模地被屠杀了。 当然,在这种杀定于状态下,历经多少这种情况下来,可能像是癌症临晚期病人要打马灰一样,打得越多也好,意思是反正你也救不活了,多大点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都是起马灰作用。 一个人要想到靠打马灰过日子,那本来就是已经是死定了的。所以说中国人大多数其实不能算人,是人的话就是说他多多少是有点生怒的。 当然,中国人也不是完全没有生怒的,像这种打马灰的做法对于江湖好汉的时候是颇为不取的。 当时江湖好汉肯定要认为我要上梁山拉杆子,蒙古人南下来的时候,打不过的话我还可以投靠他去封密一个衣冠半子,哪有像这样等死的。 这件事情说出来就等于是士大夫其实不辱江湖好汉的,但他们自己肯定不承认,安宁这有什么关系。 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沦陷区居民应该怎么解决问题,这个解决方式我在2016年前早已经得出结论了。 因为这其实是我研究的最深刻的一个课题,只是目前没有用上,就是靠哪压棒?你肯定要打肯定要杀,这是至关紧要的问题。 当然,要打要杀这件事情也是要有各式各样的策略的,要根据你原有的和现有的资源来使用。 比如说,我要是不成立一个大蜀民国的话,我就太可惜了。因为我已经赢得了一定的民意,这些民意是与政治有关的。 我如果成立一个大蜀民国,顶多就是什么也得不到,如果得到了什么,把架子架起来的话,对我有极大的帮助。 所以,我自己去扶乱的像杨家一样杀一个人,和我以大蜀民国三军总司令的名义去理直取让人,这又不叫杀人了,我叫处决了若干非法战斗人员和恐怖分子,没收了若干党产。 这个显然是一个政治行动了。你杀人杀少了,或者是没有大义民愤,你就会被说成杀人。如果杀人杀得很多,而且有大义民愤的话,那就是政治行动,是大蜀民国交战集团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争。这样做显然是对我更加有利的。 反过来,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并不出来我这个地位,这一套搞出来就可能是像一个笑话一样,可能不会引起任何效果,反而突然变成没罪。 他可能就用其他的什么名义,比如说像类似什么什么三合会、三点会之类的会当组织,对他可能会更适当一些。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肯定的,你与其去做民主小清新,还不如组织黑社会来得合算。 黑社会是真的东西。我们曾经一起杀过人,一起分过章,这样的联系比起我们曾经一起在一新书店读过哈耶克,而且在各自的单位里面都摆出了我是自由民主先知的伟大架子,有一拨粉丝,那是要靠得住一百五十倍的。 但是这个事情是万事开头栏。你只要杀过人,你的江湖地位就完全不一样,你的可信度就出来了。其实最初杀人的那些人,他的战斗力并不一定很强。 只不过他凭着他能杀人的名声制造了一个小团体。有小团体在,那就像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有一百万的人挣第二个一百万很容易,没有十块钱的人挣第一个十块钱很难。 只要有一个小团体在,那么以后招兵玩耀还很容易。没有那个小团体的时候,你建立的这个小团体是最难的,最难的百分之九十都在最初的阶段。 所以,我虽然主张使用狼牙棒,但是并不主张在实际被盗子去全面来杀人,因为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真的去杀,实际到的时候就是以下这种情况。 社会秩序在你所在的生态位已经开始解体。你要先发制人,证明自己属于能杀人的人,而不是伸着脖子等人被杀或者是求别人保护的那种人。 第二就是,共产党、黑手党或者任何有能力杀人的武装集团已经盯上了你,接下来就要你吓死我了,你必须先发制人。 然后就要看要杀的人是谁了。假如是共产党的话,那你当然就要打出政治上的招牌。 这政治上的招牌不一定是大蜀民国,但是一定是一个具有反共政治色彩的组织。哪怕这个组织也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组织也比没有这个组织好,然后你凭着大义民愤去展开斗争。 这个斗争当然是包括杀人在内的。为了招揽群众、招揽支持者,合理的做法就是要让其他人分享你的行动,大家要一起杀,一起分张。 比如说,目标假如是共产党的话,所指的对象要是,第一,它必须是共产党系统内部的人,不能牵连外面的人,否则在政治上有不好的反向。 第二,最好不要是共产党内部那些极少数的北洋军性质的硬骨头,而是这种具有贪官污吏性质。第一是共产党,第二很遭费拉群众的嫉妒和仇恨,第三是手头有一定的资源,第三是抵抗力不强。 就这些条件的,先把它做掉,然后把它的资产分散给你的支持者,再散一部分给费拉群众,让费拉群众觉得你还是个好人,你的支持者觉得你是一个擅长分张的人,能够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吃,而不是嘴上的东西。 同时,要打出过硬的在国际法和历史先例上无懈可击的政治牌号,同时要懂得在一个梁山一样的社会当中,怎样博弈才能震慑各种江湖好汉。 用这样的行为维持资源流,同时以保持自身组织、延长战争时间为目的,而不是以控制领土或者实现具体目标为目的,时间越长对你越有利。 时间越长,社会解体程度越深,各路江湖好汉风气,然后最后胜利的人不见得是最优秀的人、最能打的人、最仁义的人,总是那个最善于以性存为目的的人。 这样的基本策略不是万无一失的。即使是这样,你也可能在中途被做到,但是没有比较更好的策略了。 当然,这个博弈过程是自动的。在生态性的研发系统当中,你设计的东西远远不如你周围环境的研发来得重要。 像李密那种人,如果他晚十年问领中原,可能就成功了。杨宣赶那种人,杨宣赶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动手太早了,但是处在杨宣赶的地位他没有办法。 就是说,隋阳帝已经盯上他了,他不动手也是死,只有提前动手在实际上未成熟的时候,结果他被打掉以后才能得上是李密、李源这些人上台。 但是这件事情并不取决于你自己所忠。这个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它说成是归注于上帝的旨意,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安排。 然后,当然你所在的团体最好是要有宗教信仰的,这样你自私在团体中才会比较安全。 同时你制定规范的时候,这个规范才能够实行得通,才能够避免你的部队瓦解成为一批乌合之众。 当然,更具体的东西,那就是应用之妙存乎一新,就是说是降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就是只能够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无论外部有什么要求,相对于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来说都是极其次要的。 各种不同的社会,它的天花板是不一样的,像甘地这种人在印度的社会里面是能够存在的。 当然是因为,按照我的歧视理论,从西亚欧洲向东,歧视链一度降低,印度正如唐篇中掀起形象,歧视链还比东亚高。 东亚能够存在的最优秀的人就是李秘曾国藩这种人。直进了当时说,东亚人不搞政治是不行的。 你想要像印度人那样搞纯粹的哲学和宗教,结果是在你还没有搞这以前就被做掉了,你跟普普通通的菜人没有任何区别。 欧洲人能够搞出很多纯粹的东西,那是因为他的社会支持的力量大。 例如,资本主义只能在基督教社会里产生,虽然其他社会也很模仿,原因其实不在资本主义,而是在基督教社会。很多人都把这个因果关系弄拧了。 为什么呢?因为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设想的那种纯粹契约关系,它是有很大外部性的,外部性需要有存在能力。基督教社会有这样的存在能力,它能够做社会。 但是同样的事情,在极其脆弱的儒家社会里面,你规模还没有做得很大,广大失业者都已经变成张献忠了,社会陷入严重的动乱,就像是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资本主义模样又被打断了。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模样在欧洲没有被打断?答案是,欧洲的封建社会和基督教社会hold得住,它的存在能力大,而东亚的士大夫阶级社会的话,它的存在能力要小得多。 为什么日本人能够模仿得成,而大清却模仿不成?因为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存在能力高于大清过的士大夫社会。 其实答案就是这么简单。真正有效的答案往往是极其简单的。 你支支截截地搞什么,像云士他们那样的考证什么,非商其实也是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但是这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穆斯林商人也很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但是非商虽然有资本主义精神,而非商所在的大明朝却不是能够承载得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这就足够了。 根据同样的理由,我再搞回来,就是说,中国社会实际上只能够承担成为曾国藩这样有一点点思想,但是还是随时都要从事政治的人。 所谓的讲听符说是,西方可以军事分离,而中国做不到。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曾国藩如果不去练民兵的话,他是自身难保的。 所以他如果生在其他什么社会,他可能做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者。但是如果他在湖南也做出同样的事情,他早就连脑袋都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只能够业余地写点书,主要的时间就去编练民兵。 我也是这样的,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我不能随随便便地像是很多冯胜平富有来的那一批人说的那样,你就去做纯粹学术的事了。 你健全尝试是这样的,那样的话我会连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保障。为了自身安全有保障的话,我一定要搞出一个足以后路自己的政治架构。 这个政治架构就要做到,比如说在有朝一日,我能够亲自率领一支小部队在中国海岸登陆,而且能够杀掉一批人,而且能够在共产党或者其他什么大军阀势力所不及的边缘地带折腾出十几年来。 必须具备这个能力,才真能够具备足够的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安全总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面,它随时可能因为政治形势的波动而出现问题。 这就是一个曾国藩式的选择。在沦陷区,我以为能够做到我刚才说的这个层次,就是你所能指望的最高层级。大多数人肯定是做不到的。 超过这个层级,需要更加细密和特化的专业分工,是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存社会所能容许和支持的能力。 也就是说,你在你能够做出任何一点影响之前,你就肯定是被咔嚓掉了,也就是不会再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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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